他叫吴松友 一位天桥绝活老艺人的儿子 如今他依然延续着 老天桥艺人的传统招土兽艺 并带领自己的吴家班弟子 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着 传统民俗绝技的表演 因为咱们这些体育项目的难度比较大 年轻的孩子们现在有时候 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说能够坚持下来 能把这种武术的精神能够做下去 哪怕是50% 我都觉得感到欣慰 老姐 是这姑娘吗 是吧 没聚属 没聚属 坐坐坐 姑娘 你今天是客人 你坐这儿 坐坐坐坐 姑娘 好好 来北京多少年了 今年夏天刚来的 夏天来的 多大了 93年的 93年的 前几天干啥呢 在林家那边打钥匙 怎么样 收入还行吗 就是说 每次自己生气了 辛苦吧 很辛苦 刚才我就问他一嘴 我说你看这节目好 他就说是好 我说你赶快就练这个乐意 他说乐意 就是说当你看到你这个姐在上面表演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冲动 这要是我多好啊 想不想 想不想 先生 先吃饭吧 哎 你说他这孩子还是迷茫的 还是迷茫的 因为他必定 你想93年的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三清花 这个孩子刚来 完了刚看了头一场演出 我就跟你领来了 你们就互相 我就不管了 另外一个我跟他说 你能不能吃苦 对 这是关键 只要你去做 你努力了 我们说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来问你 能吃力苦吗 能吃力苦 对啊 起码说孩子 有这种 难啊 带一孩子太难了 你看这个 这门 连不了解 不知道 让他认识 了解 再做到 那不是一句话 我们得当老师 得付出多少打心血 当然了 一旦孩子们在舞台上 成功那一瞬间的时候 跟他们的付出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看吧 只能说看看看 磨合一下 你那个 这个时候 记住啊 打好不要 哈雕 你女孩子 哈雕 在台下 因为你刚进来 还在认识过程中 你一定要 看看师哥师姐们的 一朝一室 他们是怎么做的 要一个认识 你明白了吗 为什么呢 他打完了 吴松友并不给予 收下这个女孩 而是让他先熟悉一下 这里的生活 然后看看他的想法 说徒弟 有时候是慎之又慎吧 慎之又慎的原因呢 这里头 不光是说记忆问题 我们让这孩子 从那个思想上 有所提高 不是你只是说 为了活动活动玩一会 师姐他真的很厉害 很羡慕师姐 你羡慕他吗 你相信你能练成吗 我相信有时间 时间过一段久 我相信我也会练成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六 一下是内容主要 今天是农历节气大雪 意味着天气越来越高 寒风潇潇 雪花飘飘 可眼下全国气温去偏高 倒是雾霾天气令人烦恼 今天河北部分地区 还将有重雾霾 气象专家预测 12月中旬 五国将不会出现 大范围较强雾霾天气过程 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后 吴松友决定收下这个女孩 并给她起了一个艺名 飞球 根据飞球的身体条件 吴松友首先交给她 绝活中最为简单的一个项目 鼻吹轮胎 别着急 捏住以后了开始 再吹 对 气一定要足 一下是一下 中途不许停 一停就不叫功夫了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肺活量的一个训练 你站上去 我上去 你体重多少 一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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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来吧 一多少 二十排 他哪里呀 上 这锅子 那下来 来 下来 不不不不 他真学黑 所以说一定要这么练 知道吧 行吗 就是这时候就锻炼你这个 肺活量 跟你这边一粒的时候 知道吧 对 孩子坚持 真棒 一百六 不行了 我这完全起来了 我这完全起来了 调好几个呼吸 对 我去顶 因为它是一百六的分量 对 真棒 还能坚持吗 孩子 能坚持再来几下 真棒 这是对你的考验 走 你这切不了道 我切不了 哎 这时候你要 不是我看那个手都捏鼻子 就开始有点难捏住了 我当时并不是鼻子 所以这时候你听得 来了 这时候你听得不说 差一点就不认 真的挺棒的 小公子不错 要反复地练 我一再说反复地练 那么练不练就在你身上 师父领进门 修行带个人了 长点心 几天后师父决定 让飞球正式上场演出 飞球的加入 使吴家班的演出项目 丰富了许多 而飞球似乎也没有 让师父失望 在练会的鼻吹轮胎后 师父又教给了他 一项难度更大的绝火 钢筋锁咽喉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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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红柔最偏男生 什么感觉 紧了你气不能出 它是全部都是卡在这边的 整个一不小心就是 就夹紧实际就夹自己的 这块是昨天夹的 你这个熊仔 就不在里面夹 夹块肉就这么苦 是不是啊 在哭我弄 弄死你我 怎么了 它怎么了 他在演《钢筋所艳喉》的时候 钢筋夹着脖子这块肉了 夹红了 哪有练功不受伤的呀 啊 师父不总跟你说吗 胳膊折了也不说折了 也得说折瘦的底 死也不说死了 就说睡着了 干哪行哪业 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没有一番风险 看咱那把子 谁敢睡 看咱那 In that 很久以前掌钉过目 叮了花胳膊上了 你看我来提我都不提我来 我来捏我都不捏一声 你从来说你个凶凶凶 他写来了花 你为什么会哭呢 就是想哭 你看我师姐那个 我俩第一回配合那金枪刺猴 就是凤凰三眼头第三枪的时候 你看那脖子 整个的一个脖子 就在喉咙那边这样除除皮啊 我说你没事不是 我都给我心中坏了 我说没事 来来你看 来看看 你看看我 你看看有不能看的都没碰心 没事啊 你睡觉 现在东方老 哎呀呀呀呀 突然裂的嘎嘎的 没事这没事 没事了 这没事啊 自己确实说跟外面 没有做到位 然后说自己感觉心里不太好 所以会哭几声 但是说哭完之后我就没事了 心大型 为什么受罪啊 你每天上台演出 演出之前 让你师哥给你拽几场 上台就不会有问题 不吃苦中苦 方为一人上人 知道吗 对 吃得苦中苦 方为一人上人 懂吗 两个90后女孩 加上一个80后男孩的演出阵容 吸引来了不少的观众 这对于一直想重振吴家般的 吴松友而言 似乎看到了希望 冬天已经过半 但是北京仍没有下过雪 2014年1月初的一天 节目导演突然接到 《飞虎》发来的信息 他说自己已经离开了吴家班 而问其原因 他却避而不答 究竟吴家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先放两面 活动先 活动放两面 这个呢 这是我大鼻子 当我们的导演 再次来到吴家班时 发现了两个新面孔 而除了飞虎以外 飞球也不见了 这是我艺妹 艺名叫艺凡 刘艺凡 因为我叫吴艺孝 刘艺凡 那么是北京的昌平人 来 吴松友所说的这位艺妹 之前原本是在这里做服务员 当看到吴家班艺人们 在舞台上的精湛表演后 也对这种天桥绝活 产生了兴趣 于是找到吴松友 想要拜师学习 而这位与吴松友年龄相仿的男子 是吴松友的大弟子 他们已经相识二十多年了 我们的导演从飞跃那里得到证实 飞虎确实已经离开了吴家班 问其原因 他却总是回避着 而飞球由于家中突遇急事 临时请假回家 两个徒弟的离开 直接影响到了每天的演出 于是吴松友不得不临时请来 这两个人就差了 对于飞虎离开的原因 吴松友同样不愿说太多 他只是说 飞虎前段时间总是贪玩 也不太好好练功 影响了演出 所以仪器之下便把他开除了 飞虎的手机一直处于停机状态 我们的导演始终无法联系上他 究竟前段时间 吴家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飞虎为什么会被开除 导演只能通过飞虎微信上的朋友圈 去寻找答案 在飞虎那段时间所发的照片中 他经常到酒吧喝酒 从自立行间能够感受到 他当时也不快乐 好多人都说飞虎在昌零 还有说回东的老家 说他的多了 说到他 这个小红酒体重机的 也就是说他要把人抽掉 然后把体重门出来 冲打自己的背 由于已是深冬 再加上演出场地的室温一直上不来 这给艺人们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我刚才开始感冒了 感冒好多了 这冬天受不了 太冷 天冷的时候那个剑是冰凉的 到胃里它就更凉了 就钻心那种 太不疼了 就是凉冷 怎么呀 行就是行 不行就不行 上不就吃 想完啊老哥 想完呢 不行我 我替你演多演一个 不是你要不想我就换衣服 行不行 别演了 行行行 您行吗 我看你这两天也 没有事 可是 不要抹上去 不上都不行 自从收图成立吴家班后 吴松有已经很少 亲自上场表演了 这次的临时登台表演 对于已经50多岁的他而言 并不轻松 跟您说啊 各位 您借一句啊 不管您在哪儿看表演 只要是功夫系列的表演 登台的道具 如果不敢让您摸 不敢让您碰 一定落体 好了 还是那句话 上海荣一下才难 兄弟我再给他打直了 好吧 来 来 其实啊 老婆老姐 您看兄弟我偷 没头发了 中介 为什么 今天对着大 现在很少表演了 过去我撞十倍 这场应该可以吧 可以 50 还有50呢 这是110 130 140 150 160 160 170 180 190 200 我得变成 您借二十了 二十块零三毛 这还三块 我的天 今天这打赏呢 这场不错 浙江人挺好 这场 因为浙江人的 他做生意的 也有点什么 气候很重要 对 接连机场演出后 吴松友也感觉 有些太不舒服了 飞鸟 飞鸟还没有回来 而飞虎的离开 也让吴家班的演出 少了一些亮点 现在的重担 几乎全部落在了 飞越和吴松友 两个人身上 为了丰富现有节目 吴松友决定 让飞越重新练习 掌丁过目 这项绝活 我看手疼吗 破没破 没破 疼吗 疼 别动手 别动 因为女孩子 要练这些东西 对她们来说 难度相当的 因为她们这种 爆发力啊 不像咱们老爷们 皮糟肉破的 但是对她们来说 她们做的这样 已经不容易 2014年1月中旬的一天 我们导演接到演出场地 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称 就在昌平一家房产经纪公司里 见到过飞虎 根据这个工作人员 提供的线索 我们找到了那里 飞虎吗 李哥 那儿来了呢 跟你来呢 我自己忙了 我现在就是 整那个 住房了 还有卖房了 你坐在那儿吗 还行 一个多月了 是吧 导演特意带来了 一段他曾经演出时的视频 你怎么从那儿出来了 这厨子低了几个量 又出来了 这厨子就说了 用啥的惹事 没有原因是吧 对 回家跟您拨 人家人生在那儿啊 这边别扭 就不得意就出来了 跟你师父吵架了 我俩没吵架了 没吵架了 你说说你刚才 你看了之前 你在那个师父那儿 一些表演啊 生活啊 当时看完 是什么感觉 心里头 有点儿酸 也怀念了 再怀念 我一个到爷们 出来了就出来了 干啥都是 都一样 干好的 对于离开吴家班的原因 飞虎也没有给出一个理由 但是 有一点可以肯定 她是不会再回吴家班了 距离春节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飞虎也从老家赶了回来 我师妹刚回来 从老家 完了我请她吃了肯德鸡 这孩子爱吃肯德鸡 爱吃里边那个鸡翅 那你咱点个全家手 好的 来师妹吃 哇 真好 那你不是学校 先两年回家做什么呀 我奶奶身体不太好 来我回家了一趟 主要是看她 也还是过年了 然后今天也 具体放假 也那个回不去 自己要跟她们过去 主要还是一人回去 看我奶奶 过年就不能回家了 对 过年就不能回家了 第一年感觉在外面 真的 回家 我说我要过来了 我爸妈妈说都快过年了 然后我二十三也就是小年了 我二十三也就是小年了 我二十三也就是小年了 我说爸妈好 你让我去外面闯一闯 其实说还是主要的事件 电话他基本上每天都给我打 哎 今天在干嘛呢 八十点的时候还给我 他给我打 然后告诉我 哎 睡觉了 这个事件做得挺好的 如果说他不在这里 我就根本就这次可能 不会走来了 毕竟离我家挺远的 我就希望他留在吴家班 就是好好工作 因为你已经做上这个行业了 你就把它做好 春节假期是吴家班 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 非求的回来 让正缺少人手的吴松友 轻松了许多 过去的一年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 而成功又总是属于那些 不懈努力 勤奋追求的人们 在这辞旧银新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祝福 祝福我们的梦想都插上翅膀 祝福我们脚下的道路 洒满阳光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 马年终生的敲响 神经病 快点 神经病 您像我作为我一个天桥老艺人的后人 我有责任把天桥这种文化传承下去 为什么我老说提上一种精神知道吧 不一定非得让大家去 每个女孩都去吞见你 那么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多好啊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栏节目 那么一个 二十二岁的一个小伙子 双臂没有了 他用脚 在弹钢琴 那个音乐弹出来以后 哎呀 我觉得比手弹的都完美 采访的时候孩子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说当我这种情况下 我就有两个选择 一 死的 二 我就精彩地活着 我太感动了 同样是90后的 我希望我们这些90后孩子 多看看这样的节目 多学习一下这样的人 对他们今后成长是有好处的 我最后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